就按開始嘛 中正要上廁所就按2暫停 這台時間我們都建議 系統內定是40 我們建議每一次是45 你就按 一直按它就一直加 你有沒有看它變多了有沒有 再按 按到45 看得到這個5嗎 看得到 看不到啊 好 再按一下 43了 44 15 好 時間好了以後就開始 按能量 5跟6就是能量的加跟減 那能量的部分你按加 1看得到吧 很大喔 然後繼續按 通常一般啦 一般正常的身體5到6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3開始就好了 因為你腳有受傷 如果你感覺如果有筋膜炎 我們就盡量2跟3慢慢的就好了 那這個7跟8是針對腰帶 7的部分是持症 剛剛它有磁石嘛 震動就是它的震動大小 它按一下就是1段 2下就是2段 3下就是3段 就是高中低啊 你按看看 有沒有 你不要嚇一下 這是小的 你可以試全部 你再按一次 喔這中的 再按一次 這高的 它就可以針對我們的腹部的一些 可以做震動 那你如果要再小一點 不要那麼大 就這樣按 再按一次它就停了 好再按一次小小就好了 好那這個是熱 它的溫度會有熱能 這樣是低的熱能 再按第二次就高的熱能 中的啦 第三下就大的 它會很熱 一次就 它可以調 就停 對 啊現在再按一次 讓它溫溫的就好了 好就這樣 那這個 預熱是冬天 冷的時候 基本會冰喔 按一下它會瞬間 預熱 再去踩就可以了 嗯 好這樣就可以放著 嗯 放著一段時間喔 如果大概十幾分鐘以後覺得 欸 腳的感覺還可以再強一點 我們就可以調 嗯 再加強 如果太強我們就調低 可以調整啊 嗯 所以就這樣子就可以聊天 看電視 滑手機 睡午覺 要幹嘛都可以 就是 因為腳綁著嘛 它不會離開了 反正要幹嘛就可以幹嘛這樣 所以它就是每天 每天做這個45分鐘之後 基本上要吃飽飯 一個小時才做 嗯 然後做完一個小時 盡量不要洗澡 因為 要喝水嗎 要喝水 我們家有水 那個那個是嗎 多的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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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等一下要邊補水啊 邊喝水邊做啦 正常我們都會希望 喝前後全部都喝到500cc 用水來增加它的代謝 然後它這台機器呢 基本上 集合五種 它這邊寫啊 五重能量有沒有 哪五種呢 跟你講 講五種就好 平常你有看書 你都會知道 熟的好 第一個是懸尺共振 你講就好了 不用我看 好好我講 第一種是懸尺共振 什麼是懸尺呢 拚好喔 有沒有 現在的科技是不是 越進步都是在看不到的東西 有沒有 這種就是代表它本身帶有懸尺功能 懸尺有很多的作用 等一下跟你講 這個也是 腳也是有 都有懸尺的功能 懸尺呢 就是可以讓 有沒有聽過立腺體 細胞好了 細胞裡面的能量就是立腺體 所以它可以迅速讓立腺體補充能量 第二個呢 它可以讓大分子團變小分子團 我們的血液是不是都是紅血球堆疊 用久了或是老化 或是血液比較濃稠的時候 紅血球是堆疊的嘛 但是如果我們的血液跟水 被分解成小分子團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把這些紅血球一個一個分開 當一個一個分開的時候 血液循環是不是變好 帶氧量也會變好 所以就會改善末梢循環 因為血液流通嘛 所以它也可以藉由這樣 因為有熱的部分 它也可以藉由這樣排汗 排濕 是這樣的 所以會流很多汗 那個量 這樣子做一次大概跑五千公尺的汗 然後會有那樣的 那個運動作用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能量是超長坡 有沒有以前看過 到達電視 超長坡是不是很大台 超長坡 超長坡以前的 以前的科技都很大台 才有那麼大的作用 醫療用的 到後來現在已經做成晶片 就在裡面 用超長坡 它就可以改善很多疑難雜症 超長坡就是很長很長的坡 它可以跟人體做對應 改善人體很多的狀態 有溫熱效果啦 增強血液循環 改善機能 然後還可以增加骨骼細胞 它也是一個 它以前有做過超長坡的椅子 一台都幾十萬的 那確實很多癱瘓的 重病重工的 用過超長坡 都會有很好的改善 第三個 它結合量子技術 所以它是一個量子設備 量子是科技都在講量子 現在已經很多 應用在家庭用品 量子是裡面的 維持晶 那個磁鎮 也是用晶片 它每秒可以彈幾次 你知道嗎? 每秒震動幾次 你猜 猜到這台送你好了 哈哈哈哈 一秒啊 一兆次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技術 速度啊 因為這個速度的關係 所以它快速的可以調節 人的微循環 末梢的那個微循環 再來第四個 它有增加一個石墨烯的熱能 裡面也有石墨烯 所以它本身機體就有三種能 四種能量 加上第五種就是這個 這個腰帶 智能腰帶 它裡面除了會產生熱能 又有按摩效果 它也有懸持功能 然後可以甩脂肪 我一講這個 那個你家的明明就說 這個我要這個我要 我要學甩脂 呵呵呵 再加上它以前有腳受過傷了 所以它的腿也是一直有狀態 所以很常常不舒服 所以這樣我沒有時間運動 回到家我就可以踩一踩也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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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